好继续来看到万荣乡万荣村目前正在进行温泉卖的钻探工程 那么这个案子从105年部落资商统一之后延宕至今 那么这一言呢就是7年 最初以炮酒池为初期的计划 原物料的高涨也使得7年后开发案件在预算编列上 对于公所更是困难 希望借由民政小组的协助来争取开发预算逐年的编列 万荣温泉及观光产业发展计划在今年1月启动之后 工程期为315个日立天 预计在112年11月21号竣工 万荣乡长表示此一开发案件在他任内必须要成功 才能够顺利推展乡内的观光发展 因为这个工程早期已经预算已经播下来了 那往后后续的部分还是要请县议会里面支持我们 最主要是这样 将这个计划完整的把它完成 但我有一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 这是我第一项的一个 第一个首要的一个任务 这个就是我们泡脚池这个部分 最主要严敏会那边也承诺协助我们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早景的部分 一定要找到这个温泉水迈 找到温泉水迈 一切后续的话都一切都好做 最主要是这样的 但我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它完成 泡脚池的开发案件临近林田山森林游乐区 平时就是花莲中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万荣乡公所的温泉开发案 当地居民大家都等着看 是否能够成功翻转 成为当地带动文化观光产业发展的资源 记者林杰万荣乡采访报道